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大水桶 这个面积很大 这里H深的地方 着一个小孔 水就从这里喷出来 水面距离桶底是H高 大H高 于是这个水喷出来 就成抛物线的喷出来 就好像一个炮弹 是水平发射落到这个地方 那么水落地的这一点 跟桶的边缘的距离是X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X值是什么 X值是什么 这就等于 我刚刚说 这就等于是一个 抛射体的问题 抛射体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 把它用 二维的运动学 抛体运动来做 二维的运动学 抛体运动里面 我们知道它抛出来的这个速度 就是Toris-Sellis law 或者Toris-Sellis theorem 里面的这个量 V等于根号2GH 我们假定它T秒钟落地 假定T秒钟落地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用 二维的坐标 表示出来 它有X方向的运动 又有Y方向的运动 对不对 X方向的运动 它的位置 我们取这里作为圆点 所以它起初的位置是0 那Y0呢 就是这么高 这个高度是等于H 大H减小H 然后V0X 这个component 这个分量 就是这个量 然后这里的速度 没有垂直分量 所以V0Y等于0 于是水的加速度 就是什么呢 还有水的加速度 从这边 加速度是0 我们假定空气阻力不济 然后这里是重力加速度 是负极 因为它是往下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带到 等加速公式里面去 Poti用等加速公式 Y等于这个 然后你看Y 最后是0 对不对 等于Y0 Y0是这个 加上V0Y V0Y是0 2分之1 AY AY是这个 负极 乘上T平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除 T是等于这个值 T秒钟是这个值 我们现在要求X值 那么我们把这个T 带到这个 X方向的这个运动 等加速运动 T等于这个 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 X是等于 这样的一个值 你把这个值 带进去就好了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一个宝特瓶做的玩具水火箭 瓶里头水面上方的空气压力是 这个水上面的空气压力是两个ATM 两个大气压力 现在要求什么 火箭底部 小喷水孔的外排速度 它的Flex 然后呢 如果 喷水孔的面积 是0.5平方公分的话 那么向上的推力是多少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水火箭的外排速度 我们前几页已经讲过 它是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P PA就是大气压力 OK 好 现在我们看 P-PA 两个 P是两个ATM PA是一个ATM 大气压力一个ATM 所以它的大小就是一个ATM 水的密度 这是水的密度 每立方公尺是1000公斤 那么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V就等于2乘上一个ATM 一个ATM我们就慢慢呼呼算它是 10的5次方个Pasca 那么水密度是等于这个 算出来就是每秒14公尺 它喷出来的这个水 每秒是14公尺 B 它的推力呢 我们上前几页也算过 它就是等于2A A就是这个面积 乘上P-PA 2乘上A A这里告诉我们0.5公分 0.5个平方公分 那就这么多平方公尺 乘上 这个算10的5次方Pasca 那么就是10个牛顿 这就是火箭的推力 好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应用 另外一个应用 这个是一个叫做Venturi Tube 就是说这个管子当中有一个变窄的地方 好像一个喉管一样 好像喉头一样 突然变窄了 那么水流在这个地方流动呢 水流呢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理想流体 就是说它已经到了稳态 到了稳态 好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头 开了一个孔 这里开一个孔 里头有一个垂直的管子 垂直的管子 那么这个管子啊 这个水啊 这个水面 要比这个水面要来得高 就是粗的地方的水面高 细的地方水面低 那就表示粗的地方呢 pressure比较大 细的地方呢 pressure比较小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想象正好相反 我们觉得说 这个水流过来 然后经过这个小面积的时候 不是挤过去吗 应该这里的压力比较大才对啊 这个应该比较高啊 其实这个比较低 这个比较高 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好 我们这里取 在这个管子底下取一点 叫做第一点 这个下面一点叫做第二点 第一点压力是P1 流速是V1 它的面积是A1 水面高是H1 假定 那这个地方就是 压力是P2 流速是V2 这个阶面积是A2 高度是H2 那么我们现在就 把这两点 因为它是在 理想的流体 在稳态的流体里面 所以它可以用Bernod's equation 你要用这个equation 要先确定它是稳态 然后呢 我们看 这个地方的高度 跟这个地方的高度 这个H Y1 Y1 Y2 我们随便找一个 这个当作Y0 好了 这个Y1跟这个Y2 一样大 所以这两项呢 就消掉了 因为Y1等于Y2 所以它就等于P1 加上Rho 加上这个 要等于P2 加这个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连续方程 A1 V1 要等于A2 V2 对不对 好 因为A1 大于A2 A1 大于A2 所以V2 就大于V1 V2 大于V1 你看 这两个 是等于 是相同 相等 然后这一项 要比这个大的话 那P2 一旦比P1 小 所以这个压力 一旦比这个小 这压力比它小的话呢 它这个H2 就比H1 来的小 P1 大于P2 所以这个压力 就是小管子的压力 比较小 大面积的管子呢 它的压力比较大 好 这是H1 这就是刚刚那个管子 底下我们来看一个 刚刚我们没有 刚刚只是说 这个P1 大于P2 现在我们 用Pascas 因为这里头的水 都不流动 都不流动 所以我们可以用 Pascas 我们知道P2 等于这个 于是呢 我们两个 这个相减的话呢 是P1 减P2 就等于 Rho G H1 减H2 因为P1 因为P1 大于P2 所以H1 大于H2 这个我们刚刚 用判断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以上的结果 显示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物理现象呢 就是说 要记得 就是 你这个水管 同一根水管 如果有的地方粗 有的地方细的话 那么脚细的地方 压力比较小 脚粗的 这个接面积的地方呢 压力比较大 因此啊 脚细的地方 接一个管子上去啊 水面就比较低 这个就比较 这个 压力比较大 所以水面比较高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 比如说你这个 房子盖好了 水公司要来 给你接水管 这外面 马路上有大水管 然后他就要接到 你家里头去 这马路的大水管 家里头接这个 接这个小水管 从马路接到你们家 小水管 好 那么比如说你这个 他要问你啊 我从马路接到你们家 你这个水管 要用比较粗的 还是用比较细的 当然比较粗的 成本比较高 费用比较高 比较细的呢 费用比较低 我奉劝各位 你要选比较粗的 请问多花一点钱 因为啊 将来水流的时候啊 比较粗的管子啊 你家里里头 比如说有三楼 这个水可以上到三楼 你这个水龙头在这里 一开水龙头 有水出来 因为水面比较高 比水龙头高 如果你选的比较细的 它的水面直到这里 你水龙头有这么高 你开的水龙头 没有水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 Mentury Tube 一种告诉我们的 比较粗的管子 就是同一个管 面接面积比较粗的地方 压力比较大 接面积比较细的地方呢 压力啊 就 比较小 这个是 我们从这里头 可以看出来的 Mentury Tube 的应用 假如 这是一个水管 这个地方压力是P1 这个地方压力是P2 因为这水管的大小不一样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压力多大 这个压力多大 或者计算 这个压力差 等于多大 那我们就用 这个式 Mentury Tube 里头 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P1-P2 的Rho GH1 -H2 这个式用 Pascas Law 因为我们Pascas Law 就是 就是Bernold's Equation 的特例了 我们把这个 Y当作是相等的 就这样子了 好 那么在 Pascas Law 有这个 式子 然后我们在 如果还知道 A1跟A2的话 那就可以算出 这个流体的速度 A1跟A2 单位时间 流过的质量流率 就是说 我们知道流速 或者知道单位时间 流过的质量流率的话 就是AV都知道的话 那么 这个知道的话 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用来 作为测量的工具 测量 就是说 你知道A1跟A2了 你就可以 算出管内流体的 流速 A1 A2都知道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流速是多少 流速是 知道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 一个地方的流速 就知道另外一个地方的流速 如果你A1 A2都知道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用来测量 单位时间 流过的这个流速 这个可以测流速 又可以测 这个压力差 因为这个压力差 高度差跟压力差 有这个关系 OK 有这个关系 OK 你如果知道 任意一个地方的 A1 A V A乘V 你就知道这个AV 这个AV 你就知道了 还有我们内燃机 有化油器 化油器就是说 我们这个汽油 我们引擎里头需要汽油 不是整个汽油倒进去了 而是要把这个汽油 打成这个很小的颗粒 然后喷到这个引擎里面去 跟空气一起喷进去 所以每一个汽油的旁边 都有空气分子 一燃烧的话呢 燃烧得很快 燃烧得很快 就变成爆炸 那你这个汽油 怎么样子的加进去呢 汽油怎么加进去呢 通常都是这样子 我们carburetor 就是这个化油器里头 有个空气的管子 空气的管子 从空气哦 它就通到这个引擎里面去 通到引擎里面去 空气通进去 结果这个里头 有一个很细的管 就是管子很细的地方 它就会产生一股 一股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速度比较大了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流速 要比这个地方流速大嘛 流速大就表示什么呢 它的压力比较 比较小 压力比较小 流速 因为比较大的管 突然变小 它的压力就变小了 这个时候汽油 它的压力 如果比油箱里头的压力小的话呢 油箱就会把这个汽油 压到这个Cabaretto里面去 汽油压进去 然后空气又把它吹过去 把它打散了 就变成油跟空气的混合气体 然后到这个 我们的引擎里头以后 只要一点火 它马上就爆炸 这就是Mentury Tube它的应用 好 现在我们要来看 流动液体中压力的两侧 是流动的液体 流体 也不一定是液体 这个压力是多大 你怎么测 比如说 飞机在天空飞 外面的压力是多大 或者你有一个水管 有水在流动的话呢 它的压力有多大 你怎么测 你怎么测它 好 这个地方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U型管 这一端呢 就通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就在大气这里 里头呢 装了 比如说我们装水银 装水银 OK 然后啊 这里因为空气在流动 这个空气不动 对不对 这水管嘛 这是 或者是空气 或者是一个气体管 我们 想 水流好了 好 水在这里流动 这个地方空气根本不动 于是啊 这个流体速度大的地方呢 pressure就比较小 这个pressure比较大 这大气压力就把它压下来 于是就会产生一个高度差 高度差 那么我们从高度差就可以知道 P是多大 等等我们会算是 这个也是一种 跟这个 差不多 它只是说 这里一个管子 这里开口 流体从这里流过 因为这个流体流过的速度 比这个地方的大 所以这里压力比较小 这个压力比较大 所以会把这个水银柱往这边 这边压上来 好 那么我们只要知道这个高度差 高度差 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我们利用 在这个地方 同一个水平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压力 你根据这一边来算 好的 这个地方的压力 根据这一边来算 它就是P 加上RhoGH1 应该RhoGH1 RhoGH1 这一边呢是 PA加RhoGH1 PA加RhoGH1 所以呢 就是一个P 加上 等一等 我这里是已经简约了 已经简约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高度 这个地方压力 从这边算呢 是等于P 加上 RhoGH1 RhoGH1 这个地方是等于 Rho 等于 PA 加上 RhoG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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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RhoGH1 RhoGH1 减到RhoGH1 RhoGH1 就变成RhoGH1 因为这两边的 怎么算都是同一个压力 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实质 于是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实质化成说 P 这pressure 等于PA 减掉 RhoGH1 只要你知道这个H1 是多少 这个我们可以读出来的 读出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pressure 这个pressure要比这个PA 要来得小 小这么多 OK 就可以读出这个 空气 或者流体它的压力出来 这叫Petotube Petotube 我们看Petotube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管子是这样子的 它这一边呢 这个应该是再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小口 这里也有个开口 然后这个 是水银柱 这边的压力是PA 这个 这个是P2 这是P1 P1 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压力 就是我们要算的 好 这个水 这个流体在这里的速度 就是V V OK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stagnation 你有一个东西 阻挡在这里 流体经过这个的时候 它往两边跑 这个当中就有一个 空气 不动的地方 空气不动的地方 它有压力 但是它没有速度 P2 P2就是这个 OK P2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数 压力 然后我们就把 P1跟P2 这两点 因为它是在这个 理想流体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Bernold's Equation P1加上二分之一 Rho V1平方 等于P2加上二分之一 Rho V2平方 因为V2等于零 所以这就是V2 所以我们就得P2 这一点的压力 这stagnation的压力 是等于P 等于这个地方的压力 再加上二分之一 Rho V平方 这个Rho V就是这个流体的一个密度 这个显示在滞流区的压力 P2 是流体里面 这里有压力 这个压力我们可以测出来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滞流区的压力是多少 它是等于 任意一点的压力 再加上 这个 这一项 我们称它叫动能密度 就是这一点的压力 加上这一点的 这个流体的动能密度 就是stagnation的压力 这个时候P呢 叫做静止压力 任何一个地方的压力 static pressure 二分之一Rho V平方 我们称它叫做dynamic pressure dynamic pressure 这有个名称 我们就这么称呼它 然后我们看这个plantal tube plantal tube 这个水 这个是一个圆柱管子 圆柱的 圆柱形的管子 然后当中又有一个小管 穿过这个口 穿过这个面 下来 这个管子变成很细的 变成这样子 于是 这里我们摆上这个水银柱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高度差 两边水银面的高度差 这是一的位置 这是二 二的位置 这是stagnation的位置 这是一的位置 P1等于P 这个V1等于V 就是这个地方的V 还有它的高度 我们随便拿哪一个 作为这个 作为参考 随便画一个作为参考 它是Y1 这一点是Y2 OK 那这个pressure是P2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stagnation 所以它是V2等于0 它高度是Y2 我们带入这个 Bernoulli's equation 那么V2等于0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 P2等于P1 加二分之一 Rho V平方 加上Rho G Y1-Y2 这个搬过来 好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高度 H很小很小很小 也就是说Y1-Y2 非常小 小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量 可以远小于 它的动能密度 远小于它 于是这项我们就不要了 所以呢 P2-P1 就是二分之一 Rho V square Rho就是这个 气体的体积 或这里的速度 好 那 P1是这个pressure 这个P2是这个pressure 好 那这个pressure 这个pressure 就通到这个里头去了 通到这个里头去了 应该这里 还有一个缺口 没有画出来 应该这里还有一个缺口 缺口 就P1这里有个缺口 好 那么这个P1 就从这个地方进去 就在这一边 这是P2 这个是P1 OK 好 那么 那么 就是P1-P2 P2-P1是这个 那么这个P1-P2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U形管来算出来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作为基准的话 作为基准的话 好 这个地方的pressure 从这个来算 它就等于P2 加上RhoMG Y2 比如说 我们Y就从这里算 好了 那么 这边的 我们就可以用 这是P1 P2 加上RhoG RhoM GH3 是这个 OK 好 那么 我们 就可以算出来 因为这个 这个pressure 这边的pressure 跟这边的pressure 的差 就等于这个 水 水银柱 高度的差 因为一个P 这边是 P1 RhoG RhoG Y2 RhoG Y1 就是P2 RhoG Y3 所以P2 -P1 就等于 RhoMG 应该是 H1 Y1-H Y1-Y3 所以就变成H3 OK 就是由 二倍的压力 得出来 这是由 Bernot-Lis Equation 得出来 这两个是 一样的东西 P2 跟这个P2 一样 P1 跟这个P1 一样 于是 这个项 就等于 这一项 那我们就可以 算出来 原来 这个地方的速度 就等于 这个值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飞机 飞机不是要 它有速度吗 它的速度不是相对于地面 它速度是相对于 外面的空气 它的表上面看出来的 是相对于空气 那么它的速度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 算出来 一方面就是用 这是用Bernot-Lis Equation 得出来 然后这个是用 Post-Cast定律 最后可以导出 这样的一个值出来 好 然后我们再看 飞机在飞行中 它的 机翼 就获得一个 力量 可以把它 提升上去 提升上去 为什么机翼 要做成这个样子的呢 就是你看它 在飞的时候 我们假定是这个样子 前面本来这个流体 你看它的距离 都一样大 就表示它的速度 都一样大 然后遇到这个障碍物以后 它就分成 这一半 跟这一半 好 这一半的这空气啊 因为它的 界面积比较小 这个界面积比较大 这流量都是一样啊 所以这里的速度比较快 这个速度比较慢 速度比较快的地方 压力比较小 速度比较小的地方 压力比较大 所以它就有一个 往上的压力 要比往下的压力大 所以它会把这个机翼 就顶上去 然后我们再看 打棒球的时候啊 这个棒球呢 在空中 它不是走直线 也不是纯的这个抛物线 它会 空中会飘来飘去 它为什么会飘来飘去呢 这就跟这个棒球 会不会旋转 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一个棒球 把它往这边丢 它往这边飞行的时候 它就看到这边的空气 是这样子流过去 原本是什么 一个stream line 是这样子的 间隔都一样 那就表示啊 它这个地方的速度通通一样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呢 遇到一个障碍 对不对 就分成两边 这前后都有一个stagnation 两边 因为这个球如果不转的话 对称 所以这边的空气 跟这边的空气是一样大 所以这个球啊 飞过去啊 它就是朝前飞 然后地心引力 吸引它再去做这个 抛物线的下降 但是啊 有的投手在很厉害 它能够让这个球啊 旋转 比如说 它投出去以后 它向这个方向旋转 这个方向旋转 我们知道棒球的表面 都是突凹不平的 不是一个平滑的 所以这两边的空气 遇到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边的空 这边的 因为这边的速度往这边 跟这个气体的速度相反 所以这个气体啊 在这里呢 就变慢了 受到一个阻力就变慢了 这个呢 它的速度跟空气一样 所以这里空气比较快 底下的空气比较快 压力比较小 上面的空气比较慢 压力比较大 所以这个球过去的时候啊 它就会往下压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下坠球 下坠球 OK 那就投手 那就看它怎么会 怎么样子让这个旋转 这个我们不会打棒球啊 其实啊 不太知道 那会打棒球的 它就会控制 它就会控制这个 如果你这个旋转 是这样子旋转的 那这个球出去就是上飘 对不对 这样子就变成一个下坠球 下坠球 那现在还有他们打棒球的 还有什么样子 像我们王建民啊 有森卡球 森卡球其实就是下坠球的 Sink 往下下坠 还有的好像日本的这个选手 投手他会什么蝴蝶球 那我不晓得那是怎么 他用这个指插 用三根指头啊 来掐着这个球啊 来投手 那就非常的神奇了 在我们不会打棒球的 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神奇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流体力学 一般我们流体动力学呢 我们就是粘性这方面 我们就不去介绍了 那各位可以继续看看我的这个讲义 那么我们流体动力学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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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